话说,自从今年3月的英国Salesbury发生了俄罗斯双面舰Discopal中毒事件制之后,案件的真相一直扑朔离离,先是英国方面号称已经锁定那两名俄罗斯带来的杀手,并拿出了一系列案发现场,不禁的嫌疑人士平和一些间接的证据。 俄罗斯方面则对英国提供的所谓证据进行了嘲讽,并宣称那两位嫌疑人只是普通大俄罗斯公民,在案发时恰好跑到英国去旅游,上一周,著名众筹网络调查网站Bellingcat爆料,英国媒体所说的双面间谍,中毒案的两位嫌疑人之一的Raslan Bashirov,真实身份已经查清楚了。 Raslan Bashirov其实是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ope的军官,真名叫Anatoly Chapiga。 金平几张看上去,长得很像的照片,似乎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 吃瓜群众也还在猜测这次而战爆料真实性的时候,昨天,西方媒体又跟进了新一轮的猛量,让双面间谍中毒案的真相更加扑朔迷离。 据英美媒体爆料,早在今年4月,荷兰警方在海牙的万豪酒店内,逮捕了4名隶属于俄罗斯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rope的黑客间谍。 当时他们4人准备好了各种技术设备,预备黑进驻在荷兰的禁制化学武器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Prohibition of Chemical Weapons OPS总部窃取俄罗斯双面间谍中毒案有关的资料。 在被逮捕之后,英国和荷兰情报部门,以他们为线索,救出了4名车工所属的情报小队的资料,和近300其他俄罗斯间谍成员的资料。 而这一切发生在今年4月份,也正好是双面间谍中毒案发生后的下一个月。 更令人大跌眼睛的是,这帮精英黑客间谍之所以遭到逮捕,完全他们犯下的一个又一个低级错误。 不但让在荷兰的黑客行动眼砸,还让Bru在欧洲的部下的黑客眼线被一网打尽。 这个关于俄罗斯无脑特工被捕的故事,让我们按照英国媒体的版本,复原一下整个案件的经过。 3月份,英国Southbury的俄罗斯双面间谍中毒案发生之后,英国官方将中毒案中的毒计,英方宣称是前苏联神经毒计Movic的样本体交给了位于荷兰的简直化学武器组织总部OPC。 4月初,OPC已经开始着手进行鉴定分析,以确认这份Nolivicic的来源和产地。 OPC总部俄罗斯方面的正的这一消息,决定派遣Gro黑客特工采取行动。 今年4月10日,4名Gro派遣的特工身负黑客进荷兰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部OPC的重任,踏上了去完荷兰首都阿姆斯特达的谍报之旅。 这次任务,4个人以外交人员的身份出镜,拿的都是外交护照。 他们一起打车从Gro洛莫斯科总部去了机场,其中一名特工不知是出于什么原因。 但这张4人从Gro洛莫斯科总部到机场的打出租车的小票留在了包里,难道还是为了留着打车发票之后报销差录费用。 之后,4人踏上飞往阿姆斯特达的航班,当飞机降落在阿姆斯特达机场,4人提着行李准备护海关的时候,其中两人的护照引起了荷兰海关人员的警觉。 原来,这两人的护照是联号的。 荷兰的海关工作人员立刻将这个疑点通报给了情报人员,荷兰情报人员立刻对这一行4人进行了盯控和跟踪。 到了阿姆斯特达,自然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部OPK附近的酒店开好了房间,之后开始执行一系列的黑客行动准备。 4月11日,黑客4人组来到当地一家租车公司,租了一辆车铁龙C3。 租车的时候,由于租车公司需要他们提供自己的地址,4人没有细想,直接就填了一个莫斯科的地址。 车租好了以后,他们开回酒店,然后从房间搬动器材,把用于侦查和黑镜网络的设备装到车上。 这些设备包括一台笔记本电脑,WiFi软件保护器,Dongle,一个可被附加在计算机并口,穿后或USB上的小插件。 用于防止软件被盗用,俗称挡稿,一组放在靴子里的老酒店吃足。 由于这一套黑客设备都比较落后和老酒,因此,自然采取了一个老套的办法。 他们开着租来的车来到OPC旁边的另一家酒店,酒店离OPC非常近。 他们在酒店里找到一个路由器,偷偷在里面安装WiFi天线,将这个路由器伪装成员工可以登陆的入口。 由于酒店离OPC非常近,OPC的员工一个不小心,就很可能连接到这个伪装路由器的WiFi信号上。 某个员工一旦通过这个伪装路由器登陆了OPC的内部系统,此为俄罗斯黑客就能在他们的笔记本电脑上连到了这个伪装路由器,顺利到走这位OPC员工的登陆用户名和密码。 之后,四人再利用这个用户名和密码登陆OPC的内部系统,查找和利用他们想要的一切。 这个操作听起来还算简单和隐蔽,然而,他们不知道的是,这一切都已经在荷兰情报人员的全程监控制下了。 荷兰情报人员拍摄的监控画面,4月12日,他们把那辆负责黑件OPC总部的车停在了事先选定的酒店。 之后他们开始了一系列的黑客行动,这一天下来干,似乎一切顺利。 看起来,Groove黑客特公司人组也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,OPC员工的账号和登陆密码。 之后,他们回到酒店开始打包行李,清扫房间,为离开荷兰做准备。 他们的垃圾清理得很干净,甚至连喝过的洗粒啤酒瓶,也仔细打包放在垃圾袋里。 而房间里凡是有可能留下DNA痕迹的地方,他们都仔细清洗过。 之后,特公司人组再次进行布置,打算在第二天把满载黑客设备的车开到OPC组部附近。 正是黑进OPC总部的内网。 道取OPC,关于3月发生在英国Selfbury的俄罗斯生命间谍案中读案里,关于神经毒剂检测的相关材料。 然而,他们没想到的是,荷兰情报人员,连同警方已经暗中展开了专步行动。 4月13日一大早,一票警察来到酒店前台,正开始询问前台。 我们想跟住在你们这里的几个客人谈谈,话说得当不远处的电梯门打开了,警察们下意识的像电梯门飘了一样。 这一看不要紧,双方全然的眼神,电梯里的人,不就是远道而来要黑进OPC总部的俄罗斯特公司人组吗? 警察们迅速上前围住了从电梯里出来的四个人,四个人没有拔枪,没有反抗,只是其中一名客工迅速掏出手机,狠狠地摔在地上,然后再用脚狠狠地踩了上去。 之后,荷兰警方一拥而上,将四个人合力逮捕,警方将四人阻待到警局,由荷兰情报人员和英国军刑处的情报人员,一起没有自我表明身份,对他们四人进行了审问。 再结合FBI和英国军刑处掌握的情报,最终搞清楚了四个人的身份和来历,警察先是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各种用于监听和黑进网络的设备,还搜出了2万欧元和2万美元的现金。 原来,四个人乃是隶属总参蒙部情报总局下属的26165小队的特工,其中两人是情报分析员,另外两人是实战特工。 四人的身份如下,Alexis Morinette,41岁,下属的特工,也是此次路动版出的黑核行动的他。 而,除了此次行动指挥上的失误,他手持的外交护照上,竟然用的是他本人的真名和真实生日,他在外旅行住酒店,不但登记的是自己的真实姓名和生日,就连地址,竟然写的也是莫斯科グル总部附近。 此外,他本人在脸书上的头像照片,背后竟然就是莫斯科著名的松下大厦,拍照的地方离グル总部只有650米。 其实吧,心态放宽,大胆咧咧,只是暴露了自己也不算啥,要命的是,Morinette的一系列实名制神操作,竟然不经意暴露了305名グル客工同事,他们竟然都是26165小队的成员。 原来,根据众筹调查网站Bellingcat的调查显示,Morinette的名下的车辆,有一辆拉达汽车,注册时填写的地址,竟然是Grow下述的网络研究员。 而有人根据这一地址,一笑搜出了305位,填写这个注册的Grow特工同事,真是他破铁写无秘处,Evgeny Sarebryakov,37岁。 他的手提电脑里,竟然包括了一张,他本人在2016年巴西里约奥运会现场的自拍。 英国方面认为,当年里约奥运会,俄罗斯运动员尿样,被篡改和证明特工的出现有一定联系。 和老大一样,Sarebryakov到任何地方旅行,住旅店都使用证明,填写地址是重复避坏,登记地址也写的是Grow总部附近。 Dmitry Abedin,27岁,是四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。 调查认为,他不但参与了黑客四人小组的行动,还被认为在2016年黑进了美方电脑,干扰了美国大选。 Alexei Minin,46岁,此次行动中其他三人的保镖,负责在车上保护两名电脑操作员的人身安全。 此外,还有726165小队的其他人的资料,也因为四人的被捕被一一曝光。 更糟糕的是,因为老大Morinets名下,那辆写真实地址的拉达车,还在不经意间暴露里Grow在世界各地的特工,多达300人。 英国和美国媒体指控,26165小队主要有七位特工,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黑客团伙。 六位在全世界发生的多起网络战争负全责。 他们认为,从2015年至今,这支Grow下属的这支黑客部队,发动了包括这次荷兰OPC总部黑客袭击在内的十多起黑客攻击,造成极大的危害。 他们一直躲藏在暗处发动攻击,直到今年4月份在埃姆斯特大被捕,西方情报机构才第一次了解到他们的真实身份。 而4月份发生在荷兰的这起黑客事件中,4人被逮捕审刑之后,由于4人手持的是外交护照,按照惯例,荷兰警方只能将他们驱逐出警。 因此,他们4人依然回到了俄罗斯,一直没有对外公布。 直到昨天,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印度,FBI突然对外公布了手里掌握的4月荷兰OPC总部,造俄罗斯黑客袭击的细节, 以及袭击着Gro下属26165小队的档案资料。 对这一则爆料,英国安全部门官员很快作出反应,强烈谴责Gro针对外国机构的黑客攻击。 并指出,今年3月底在英国Portendon的聚发实验室受到的网络攻击,也是Gro下属26165小队所为无误。 几个小时之后,美国方面也迅速跟进,指控克里姆林公指派间谍对美国的反兴奋级机构,和湖电站发动过黑客攻击。 这则猛料很快刷遍了西方媒体的各道版面,目前,俄罗斯方面暂时没有作出任何回应。 而英国媒体更是进一步表示,除了俄罗斯之前,派人去荷兰海牙发动黑客攻击,准备窃取毒计鉴定资料的猛料。 到了下周二,英美还将公布双面间谍,中毒案中第二位次攻,化名Alexander Becklev,的详细身份资料。 俄罗斯双面间谍案,中毒案的大戏还在继续,英国方面借领出招,步步逼近。 当然,截止目前的案情报道,还只有来自于英美媒体的版本,俄罗斯将如何应对这一切呢? 世纪是稳坐不管,还是要抽掉头发了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Ref, HTTPS, www.dailymail.co.uk.newsarticle Ref, www.dailymail.co.uk.newsarticle Ref, www.dailymail.co.uk.newsarticle Ref, www.dailymail.co.uk.newsarticle 合作特工,一定在逗我,不吃香菇靴缺,这是被策打了吗?想想不太可能,只有准这一个理由能解释了,只想继续做自己的小透明,我觉得根据这次世界改编的好栏目电影剧本,已经在创作中了,之为2011,剧情学汉斗特工的吧,上军有品,准备大家准备英国的各种值得推荐的好产品,英国具有,包油包水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